欢迎来收到政治,我是起耀 敦达因在今早就正式被提供 而他却死不认罪 请看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敦达因在之前被反弹会要求 要他申报他的财产 但是他自己却一直讲说 他已经申报完了,已经申报完了 结果一查之下,不得了 敦达因在马来西亚这一边仍然有71样资产 是没有申报的 而且这些资产你以为是普通的什么资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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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资产当中就包括了 一个银行股口 7个豪华交车 38个持股公司 19块土地 跟6所房地产 你可以想象吗 在之前我们就看到反弹会一直坚决要敦达因 一家全部申报财产 敦达因的说法是什么 他已经申报了 不懂为什么反弹会一直要刁难他 结果现在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 OK 你自己的这个名下还有这么多的东西 包括这个豪华交车 Mercedes 这个马赛地 福特等等这些交车全部 都是可能上百万令吉的 然后呢 持股公司这里面到底 蕴含着多少的现金流 多少的钱 全部不申报 而且大家 这19块土地里面也包含了14块吉隆坡的 大家都懂 吉隆坡的房地产多么的贵 这些东西通通全部都没有申报 那请问此时此刻 敦达因还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为自己辩解呢 但是 如果这样事情真的是成立的话 真的是告得成的话呢 敦达因所面临的这个罪状呢 最多不会超过五年的这个监狱 或者呢 可以有10万令吉的这个 这个发款 或者两者监视了 so这个事情我相信一爆出来呢 民众一定会觉得 哇 这样不就很便宜这个敦达因吗 对吗 他连保释外出都花了28万 然后呢 到最后发款可能最多也是10万令吉 这样子的这个判决是不是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大家你要记得 目前其实提供敦达因的这个罪状 仅仅只是因为他不愿意申报他的 这一个财产或者他 fail to 申报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申报的是没有申报完而已 只是单纯这一个罪状 现在我觉得更加需要关注的是呢 敦达因他底下这些没有申报的财产 到底这一些钱是从哪里来 当然首先第一个是这些没有申报的财产 到底值多少钱 我相信这一点呢 通过一些计算很快就可以得出来了 接下去当然就是这一些钱从哪里来 而且到底是拥有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如果很简单 假设你的这些东西全部没有申报的话 那是不是也代表说你的这个税可能是没有缴得齐全的 OK 这一些事情其实他都会拉下一大堆 我们必须慢慢一点一点探究的这一个真相 OK 不管怎样讲的好呢 今天我认为反弹会是终于把这个敦达因呢 把它控上去的这个这个法庭里面 虽然说敦达因还是不认罪 但是至少现在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摊在阳光底下的 假设事情其实都已经让公众所知道的话 那这个法庭的案件是势必一定会进行下去的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目前敦达因的资产是不是只有这70亿一项 是不是只有这些房地产 是不是只有这些豪华轿车呢 我们不知道的是 在海外敦达因一家人还置了多少的产 之前我没有提过 单单是在这个开曼群岛这边呢 一家人可能都自产就超过两亿令吉了 那这世界上也不只有是一个开曼群岛 一个地方可以给你这个自产 海外资产会不会有更多不同的地方 更多所谓的避税天堂 所谓的海外资产天堂 其实都已经藏了敦达因一家的这一个家产 而这一些钱又是从哪里而来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 这个老鼠都是越挖越深 当然到最后呢 我们还是必须要真正的查明 这些钱是合法不合法 假设是合法 当然一切也是没有问题 纯粹就是敦达因没有申报这些家产而已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假设这些钱呢 是不法的这个勾当来的话 那这样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条 因为请问如果敦达因是从不法的这个金钱这边买下这些资产的话 它会不会又涉及到其他的人呢 毕竟不可能在马来西亚你一个人 你就可以静悄悄的拿到那么多的钱 然后买了那么多资产 这当中未免大家也会联想到一定会有人从旁协助 或者是有更高权势的人呢 给予这样子的默许证 OK 所以一切呢 我觉得就从今天敦达因被提供 我们就开始慢慢的逼近真相了 那这期跟大家聊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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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